- 任天堂獨立遊戲發表會 嘿大家好我是Roka 今天來跟大家聊一下昨天晚上 不對應該是今天凌晨 看到的這個任天堂獨立遊戲發表會 那這個發表會其實裡面有很多遊戲 真的是有看沒有懂 其實它每個一陣子就會有一場 那整個在裡面發表出來的遊戲 款式可以說是相當多種 但因為它是獨立遊戲 所以會跟一些大作的遊戲 會比較不一樣 因為這個是獨立遊戲 所以在設計開發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小巧思跟創意在裡面 那這次獨立遊戲的發表會 其實它裡面真的是有蠻多的遊戲內容 很多東西有看沒有懂 甚至有些東西我看起來可能就是對它的畫面 還有整體的那種從那個遊戲影片看起來的感受 好像沒有特別的有感覺 所以我今天就挑了三樣 我自己比較有感的來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個最有感的 我在昨天晚上就把它直接PO在 欸不對又講錯時間了啦 所以今天凌晨呢 我就直接把它PO在我的那個FB粉絲專頁上面 對了講到這邊 如果說還沒有追蹤我的FB粉絲專頁 或者還沒有追蹤我的IG的 也歡迎去追蹤一下好不好 那昨天貼上去之後呢 其實大家就非常的有感覺 哇這留言的回覆呢就有了 因為我貼的這款遊戲是忍者龜的遊戲 它的名字也叫忍者龜徐瑞的復仇 那其實這款遊戲喔 有很多人說沒有看到啦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看這個任天堂的紙面會的影片喔 才有特別去講到 那因為它的語言應該是沒有中文化的 所以在香港的任天堂裡面好像沒有特別提到這款遊戲 不過如果說大家有特別去搜尋一下 應該都還是可以看得到 這款遊戲的話呢 將會在今年稍後呢會推出 所以非常期待 目前為止這款遊戲啊 就畫面上看來的話呢 基本上是可以一到四個人去玩喔 而且這個畫面的風格呢 它是要致敬80年代當時電視機的感覺 所以大家可能會看起來會覺得這款遊戲 怎麼很像老遊戲的感覺好不好 很像以前早期在打什麼熱血物語啊 打什麼三國治啊之類的 但實際上呢它這款遊戲應該是為了要來致敬 早期的這個忍者龜的卡通 所以呢才把它特地做成這個樣子 那整體的流暢物喔 運行起來運作起來 在Switch上面真的都會發揮不錯的表現 再加上呢它可以一次四個人玩喔 其實我覺得這款遊戲啊 就多了一種非常多市場的面向 因為呢其實有蠻多人玩遊戲 是喜歡那種家裡面兄弟姐妹或親朋好友一起玩的感覺 那因為又不要玩那種對殺或破壞友情的感受喔 所以呢這種一起合作 同力過關的遊戲呢 就會變成很多的入手的一種指標 甚至呢如果說你比較喜歡這種 有一點懷舊風格的遊戲啊 像我自己就是 就可以來入手玩玩看 目前為止它有推出的平台 其實不只會在Switch上面推出 它還有在PS4、Xbox還有PC的平台上面推出 所以說如果沒有Switch的也沒關係 當你有看到這支影片的話呢 基本上這款遊戲 你還是可以透過這些平台呢 去找找看喔 線上有沒有得購買 不過講到這邊 可能還是要稍微講一下它的缺點啦 因為目前為止看到畫面呢 應該是沒有中文化 所以呢在沒有中文化的狀態之下 看看自己能不能接受 那我自己是覺得 因為以這樣子的遊戲類型來看啊 其實沒有中文化應該也是可以玩得很開心才對啦 好那第二款遊戲呢 是奧利奧利世界 這個名字翻得非常的直白 因為它的英文就叫做 那這一款呢 看起來是一款滑板的遊戲喔 但是呢它不是運動類型的 它應該是比較考驗反應跟節奏的類型遊戲 整個畫面呢 就像這樣子看上去來說啦 真的是非常的簡單 它其實沒有太多的多餘的顏色 或者多餘的搭配 然後呢就是讓整個畫面保持非常簡潔有力的感覺喔 讓整體在玩起來的樣子 我覺得是會比較集中在這個滑板的節奏當中 可能跟我自己本身有去玩那個電動滑板有點關係吧 所以在看到這種滑板的遊戲啊 會覺得整個玩起來好像會感覺特別帥一點 當你在那個節奏進行當中有沒有 那個跑道在跑跑跑跑跳跑跑跑跳 然後呢轉邊轉向之類的 我覺得可以達成那些很有敏捷的按法喔 基本上玩起這款遊戲來 應該會有蠻不錯的成就感才對 再加上啊其實在獨立遊戲當中 其實都有一些遊戲的畫面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他們的畫面風格就會呈現給你一種 看似很簡單 但實際上玩起來好像又會有不錯的遊戲性的感覺 這個是我覺得我在看了一些獨立遊戲的發表當中 有發現到的一個特色 他們可能沒有像一些大型作品喔 不管角色細節或者是整個場景的細節喔 繪製的非常豐富 但是呢他們在這個很簡潔有力的畫面之下呢 基本上遊戲性喔也都會有一種非常好玩 而且讓人家會有一種 雖然看起來是小品一點 但是呢也會想要投入一些時間 就好好的去玩它一下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獨立遊戲的一種 另類的魅力吧 接下來第三款遊戲呢 叫做《月風魔傳》 其實這名字真的實在是有夠難念的 那這款遊戲呢基本上在30年前呢 就已經有發表過它的同系列的遊戲了 那它應該是由Konami所開發發發行的一款遊戲 其實這款遊戲呢在網路上面我有查到蠻多資料的 當時呢其實在早期的時代啦 好像效果成效就還不錯 不過呢一直以來就是在這個紅白機發售過後呢 沒有它的續作繼續出現 所以啊到這次準備要來發售這款遊戲喔 其實還是有蠻多人保持一個期待的態度 其實呢我在看到這款遊戲的時候呢 我是並不認識它的 不過它的畫面喔整體的風格 還有整個玩法看起來呢 好像是會吸引我的那種 所以呢我才把它納入了 我覺得會比較推薦的遊戲當中的清單裡面 因為呢我自己是覺得 蠻直接性的啦 就像當初的那個黑帝斯喔 也是看了之後 好像有點像那個Diabolike的遊戲 雖然說它不是 但是呢就是在看的當下 會覺得被它吸引到的感覺 那這款《月風魔傳》《不朽之願》呢 它其實整體的繪畫風格 算是蠻特別的 它是用一種服飾繪的風格喔 看起來會有點像是早期比較古老的那種日式 然後存在著妖怪啊神物的那種感覺 所以呢在這個遊戲的畫面裡面 我覺得倒是有別於前面兩款遊戲 它是整個讓畫面的比較豐富 而且有層次的一點 在玩起來呢感覺會更融入那種日式的那種禪意裡面 然後呢它可以使用的武器喔好像也是不少 甚至呢有很多工具也都不少 那在卡的時候呢大家可以看到那個畫面 其實數字會不斷的跳起來 那種連段combo的感覺啦 我覺得真的會讓玩一款遊戲喔 會有那種更興奮的樣子 而且你在卡的當中啊 其實它還會出現中文字在上面 那應該是以漢字的方式呈現啦 所以呢這款遊戲啊就這個畫面風格 還有包括它的音樂音效的風格喔 也算是蠻吸引到我的那一個 再加上啊它的動作整體來說呢 看起來都是還蠻流暢的 所以呢我覺得再玩起來啦 這應該也會是一款不錯的遊戲 不過呢這款遊戲啦 應該就要稍微等久一點了 因為它目前為止所出現的資料呢 是會在2022年登場 但是呢還有一個不錯的消息 就是它在今年的5月13號 應該會搶先在Steam上面做一個體驗的活動 所以呢如果說對於這款遊戲啊 真的比較有興趣的朋友啦 其實就可以關注一下這個Steam上面的 一個體驗活動的訊息 OK那麼以上呢就是今天來分享這三款 凌晨看到的獨立遊戲喔 想要比較推薦給大家的 那其實不只這三款遊戲啦 它在這個獨立遊戲發表會裡面啊 還有更多遊戲呢也是來分享的 其中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遊戲 像什麼Layers No Game 反正對有一些遊戲喔 其實看起來你那個畫面風格啦 甚至是整個玩法看起來喔 會覺得不太能夠習慣它的畫面風格 甚至呢它的玩法你可能是 完全看不懂它在幹什麼的 那這種遊戲呢我可能就沒有把它納入這個 推薦的清單裡面 這三款遊戲 基本上如果出了之後呢 我自己應該都會入手 然後呢到時候會來玩玩看 分享給大家 那好不好玩呢不一定是100%正確 因為有時候你看的遊戲 真的覺得還不錯 但實際上玩的可能跟你想像不一樣 像黑蒂絲呢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因為我當初在看它的感覺呢 跟實際上玩的感覺真的不太一樣 不過呢你說這個東西是加分的還扣分 實際上嘛應該是加分的才對 因為最後我玩它這種 洛克萊克類型的感覺啦 還是蠻被它吸引的 好不好 那這些獨立遊戲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如果說呢你有更喜歡的獨立遊戲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分享給我 我所了解的遊戲啦 可能也是非常有限 只能夠依照自己的方式呢 來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啦 OK那麼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 我們下次見啦 掰